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深圳出生的 婆婆说 那天早上 我爸爸从公立下班回家的路上 听到有个小雨孩挖挖的哭声 爸爸跑过去一看 只相应面有一个全身通红的小雨孩 被钉在张欣欣的地方 那个雨孩就是我 爸爸等了半天都没有人来找我 就把我带回了家里 婆婆说 告诉我这些事 希望我快点懂事 因为爸爸的眼睛看不见 现在我想告诉爸爸说 我已经长大了 我会洗衣服 茶菜 我会自己写作业 会自己背着书包上去 爸爸 你不要丢下我 我要您看到我长大的样子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出这位幼小的告白者 叔叔好 叔叔你叫什么名字 大丁宁 那你今天到这儿来干嘛 爸爸不要我了 爸爸找个好人家 爸爸找一个好人家 我不愿意 你是不是惹爸爸生气了 对的 爸爸说 是要生气 是要不生气 我说我打死不去 爸我就生气了 就不赢我了 我看你在这里边 你好像什么活都干 做菜 洗碗 你都干 你每天是上下课 都自己一个人吗 对 自己一个人回家做作业 是的 你几点钟起床 六点四十 六点四十起床 起床之后干什么 做早点 做早点 做谁的早点 我和我爸爸的 你每天都做些什么早点 面 有的时候来不及 所以就我去买几个包子吃 放学之后你又干什么呢 放学之后 我就回家把作业写完 写完作业就买菜煮饭 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吗 是的 你吃过肯德基吗 还有你这本人 家人咪的菜煮完 就好了 我再来 那这是ouce军的 你实际上 你不懂的 就是那些 你这边 我下来 我下来 慢慢吃 我上来 你 我下来 我下来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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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相依为命十年 却很有可能马上成为别人女儿的彬彬 父亲带着补会来到今天的告白现场吗 你喜欢爸爸吗 喜欢 你想跟他过一辈子吗 想 但你将来还要出嫁呀 我可以把他一起结到我娘家去 一起结去 你知道你的亲生父母在哪吗 不知道 你想见他们吗 不想 为什么 因为他从小就像我 如果你发现你没有能力爱你爱的人了 比如说他让他父亲 他没有健康的身体了 也没有经济来源 他只能眼睁睁地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别人家去抚养 而自己只能有孤独的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难道他这样的做法不该被理解 除了这个办法 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 女儿也不想离开爸爸 爸爸也不想离开女儿 如果是经济上的原因 是需要生活上照顾的原因 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责任 应该有一些公益组织 包括我们所有的人 给他们一些关爱支持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而不是让他们骨肉分离啊 你希望他待会儿这些叔叔阿姨怎么帮你 让叔叔阿姨求我爸爸别帮我送走 这让人听得心里特别不舒服 我们要考虑到现实的问题 但是也一定要告诉他 就这样一个女孩 就连我们看了都男哥男士 还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 我们待会儿帮你 好吧 谢谢 我们待会儿站在这儿 来 站在这个按钮旁边 如果爸爸今天来了 但他还是坚持要把你送给别的人家 你怎么办 你是去还是不去 不去 打死我也不去 我不想离开爸爸 倒数五个数 看看冰冰的父亲会不会来到现场 好吧 五 四 三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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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那时的话 如果是分开的话会很刷新的 现在还早 无理他这个还好一点 戴先生今年您年纪多大 今年46岁了 你结婚了吗 我接到我的冰冰以后 我拿个女朋友 我说 她说 挺可怜的 我说 又在 后来我女朋友就给我分手了 分手了呢 我说 到现在 一时没早到大夫 这个小孩 看起来是老狠儿的样子 然后又有温暖 又有幸福 又有快乐 到达到输的时候 她回家了 爸爸 我回家了 把我经历过来说歌 她给我听 那个时候真好开心 又快乐得 我走了我也没关系 只有很开心 那你有没有想过把冰冰送给自己的亲戚呢 亲戚都有 小孩 亲戚也在那个农村里 我说 我想的话送到那个城市上面 让她过上好日子 快乐得成长 现在有家庭愿意收养她吗 有事有好 家妇生家 她并不想去 我们家下带来了一位夫妇 她来无人 很老实 一了母儿子 二了母女儿 做事来过后面都很认真 我想把它送给她 为了她的借口成长 爸爸被离开我 我也不想离开你 听爸爸的话 回口啊 听爸爸的话 带先生肯定经常被别人问过 你老婆呢 你没有老婆 你怎么会有孩子呢 没准很多人还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 质疑过带先生 觉得他一大老爷们带一孩子 莫名其妙会有一点 甚至有人会觉得他为什么不结婚等等等等 但是面对这些质疑和实际生活当初的困难 他都跨过来了 现在这有跨不过去的坎儿 这些困难我都可以改变 所以这个社会的贴是一个钉子 我真的不敢学校 一该一该逼不了 无论如何 今天既然来到了告白的舞台 我们就把这个权力给彬彬 问题怎么解决 不是你应该考虑的 是我们这些大人们和全社会应该考虑的 你待会你有什么话想跟爸爸说 无论爸爸做任何的决定 你想跟他说什么 你就跟他说什么 那么接下来我就把这个舞台交给你和爸爸 就你们两个人 你想对爸爸说什么 赶快说吧 好不好 接下来是冰冰的告白时间 爸爸这是我画的画 我希望有个完整的家 你没有你爱我 我爱你妈妈 你什么都是 不要你叫妈妈 你怎么懂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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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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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不要离开我 我希望永远在你身边 我也不想那么幸福 这是什么办法的事 爸爸不 还是为了你的健康成长 以后你送到人家家里去 还是你会以后会不幸福的 谢谢你怎么办 我要照顾你 你听爸爸的话 还是 听爸爸的话 还是 送到叔叔家里去 不去 去 不去 不去 送到叔叔家里去 不去 不去 爸爸就去 爸爸就去 假如是我 我会 带着这个女儿 走完我最后的一生 其实他从出生时 就是一个 很不幸的孩子了 他刚出生 就被自己的亲生父母 给抛弃了 好不容易 遇到一个有爱心 善良的您收养了他 可是 如今十年了 我知道可能 对您来说 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困难 不是说 逃避 我们可以一起面对 跨越过去 其实大家能不能 帮一下妈妈 我骗一下病病啊 我不回去 我跟你在一起 我现在可以吃完 洗衣服了 你洗衣服了 你 已经洗了衣服了 你那么早大 总是呢 总是呢 爸爸帮你送一辣 总是你到人家家里 好好的清发 好好的读书 就去啊 去 不去 不去 不行 我不离你 我不去 谁也骗不了她 那如果有一种方式 可以让你和冰冰依然在戏 但又可以暂时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你还会冷淡冰冰吗 老夫考虑一下 来冰冰 我们有一点事跟你爸爸说 你先跟这个编导阿姨啊 先到后面去休息一下 来 老代 我说句现实点的话 就刚才你们俩抱在一起 说的那些个话 经过电视剧播出之后 我敢保证全国没有一家父母会收养冰冰 不忍心呢 你说冰冰跟谁会快乐呢 他只能跟你在一起才会快乐 他收养你就等于是硬生生的拆散你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对 你说你谁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硬生生的要把一个收养了十年 人憨心如虎 为了孩子连婚都没有结的一个男人 把他跟自己唯一的亲人拆开呢 没有谁会这样做 那这个是我自己很愿意的呢 你自己很愿意 没有一个人敢接手 因为他们知道收养过来 冰冰在自己家里不会快乐 而且他已经十岁了 他已经懂得很多的情感 他做了很多成年人都不能做的家务事 我确实要舍不得离开他 确实要很多事 冰冰做的这些所有的家务事 我不是说他做这些事的难度 而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 他会去做这些家务事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说要讨家长的表扬 只是想一心一意的照顾你 他不是被迫做这些事情 他是主动的 他的心智已经不是一个十岁孩子的心智 他的心思很重 如果你要是把他跟你在这间拆散 到任何一个家庭当中去 他不会快乐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所希望收养他的那家人家 现在已经来到了节目现场 在我们的第二期现场 我刚刚之所以把这个冰冰支开 就是希望不当着他的面 来谈这么残忍的事 我现在就再问问你老大 就是这一条路了 前提条件就是你跟冰冰不分开的情况之下 别的什么都好谈 你能不能答应 因为不是 不是我也分开 坐在一起 老大 那个 那么 就是 graduates 宪贤 来 besonders admiring 甚 忘 War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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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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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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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叫徐鹏 今年28岁 是个北京地道的纯爷们 纯的 现在跟几个朋友喝开了咖啡厅 然后也算做一点小生意 我让你说这些了吗 你以为你长得帅就可以无视我的存在吗 没有吧 我觉得应该你在我上面吧 这不叫我在你上面 我明明在你旁边 你这么帅 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 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刚刚分手 你们两签的协议是吧 对 协议是他提的 因为当时我把新闻证 还有一些我的信息 然后写在了上面 大概时间是一周左右 然后费用是一千块左右一天 一千一天 往返的费用是由他来自然的 一个星期就七千 包括往返的费用 他这租个男友回家 前后得花上万把来块钱呢 可是你不觉得特值吗 又不觉得特值吗 为什么会觉得特值呢 你就那么值钱吗 我告诉你 那男生比你帅 哪个呀 那个 对吧 翻车车 帅吗 我还是觉得我们观察团的男生比较帅 你这样太不好了 如果要你花一万租他 你会租吗 那还用说 当然不会了 你看吧 这就是臭屁的后果 叔叔让你花一万块钱租我跟老师的 跟主持人的话 你拉上我干什么 我名话有主 这是雇品 不能租 你拿了钱吗 我从一开始见到他那一刻 我就想不拿一分钱 那你就是一开始就不怀好意了 其实不能这么说 因为他给我当时的感觉特别的直爽 因为在这过程中他对他父母也非常孝顺 所以我就没有想过要他这一分钱 他当初那个招租的协议上是什么条件 我觉得是写的是我 那你介绍一下你的条件吧 身高 长相 年龄 三围 都说一句 说啊 今天差不多吧 这孩子太会说话了 怪不得他硬针上 如果他不漂亮 你会被他租吗 有的时候不是看长相来决定一个事情的 那你们俩在这段时间去山西的这一个星期当中 你们最亲密的行为是什么 军爆吧 他家不是有蟑螂吗 然后蟑螂那天我进屋 然后他看到蟑螂 然后一下抱住我 那一时刻反正当时我的心都融化了 我挺为那个女孩担心的 我怎么觉得你特别觉得可惜啊 我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就父爱泛滥成灾 我太气愤了 潘春春过来 80后那位男生 来来来 就把当时看见蟑螂那一刻 他是怎么抱住你的 让他们俩再演一点 让我们感受一下 ocean 哈哈 我 老 있어요 یا 你爸 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人家就是抱一下你 我们没有说要继续往下演 我们其实就抱着进家门了 知道吗 然后他说的那个心的融化 那个如果说那一刻 我抱着他瞬间心融化 那是因为 我问你 一个陌生的女孩跟你不认识 但是因为租赁的关系 彼此有了一点 稍微有一点暧昧的好感 他突然之间遇到了危险 抱着你 你心里到底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如果穿的那么少的话 确实会起邪念 你知道吗 那如果他没穿那么少呢 人家正常的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 大怪善马把他放下就对了 就不会再继续抱着他进家门 你不会动心 不会 因为很明显我们就雇主关系了 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种事 去起别的邪念 如果我碰着蟑螂 我可能 你反手给他一耳光 不会 我可能如果我一碰脏 我还真的怕蟑螂 假如我碰脏了 我马上回来 会这样 然后马上警醒 对 我想双方也都会 对 我想双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真的喜欢双方 应该就是那次拥抱 然后让我一下子觉得这个女生 很需要呵护 很需要保护跟照顾 我觉得很多圣女看到这一段 应该受到很大的启发 想要有情郎 先要找蟑螂 对 这蟑螂找得对 而且也有可能这个蟑螂是开始 这小子特意安排的 他抱住你的时候 你认为他喜欢你吗 有 但我不明白 就是因为从太原回到北京 然后从春节到现在 从一个特别热情的一个人 然后变成了一个特别陌生的一个人 而且下火车那一刻 我还跟他说 我说明年我要租你做我的女朋友 你跟他表白了 对 他怎么说的 他不拒绝 然后也不同意 就这样 说句实在话 如果有人要租我 我就说如果 我觉得我挺屈辱的 我怎么可以交换呢 用这样的方式来欺骗白发丧丧的老人 你们忍心 但他们就在一起了 也不算欺骗呀 现在还没准谁说在一起了 我认为这种方式 我还是不提倡的 至少我是不提倡的 我原来我们说网链不靠谱嘛 但网链也有成功的 但是这个还是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商业性的 和对父母的欺骗 你说吧 因为曾经就有这样的新闻 就是有个女生 她每年回家去的话 父母就会逼她 上午相亲一个 下午相亲一个 后来她已经受不了了 突然呢 你被逼过 没有我 新闻和事实 后来的话 她就去到了精神病院 就希望医生给她开一个 精神病的一个证明 然后她就为了回避 就是不回家不停的相亲 然后就在精神病院里面住了一周 父母也应该自我检讨 不要逼婚逼的太厉害 把孩子逼的 你说都上精神病院开证明 在那儿去度过一个春节 你想想这孩子心里得多难受啊 你给他们一点空间 让他们慢慢找 别老给他订时间表 这样的话 孩子就能够慢慢的 是吧 顺畅的找男朋友 那你到这儿来告白 你认为你有多大的胜算 不是想 古董勇气不管成功与否吧 把我该做的能做到位 然后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我都不会后悔了 好吧 不管刚才的话题有多么的争议 但是今天既然你来了 我们还是给你这样的一次机会 我们请这位同事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赵丽我要问你三个问题 好 徐鹏 好 你那个所谓的雇主 丁宇 如果他今天不来 你怎么办 我还依然会坚持 依然会告白 因为我觉得认识的途径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种感觉已经到了 如果他今天来了之后 明确地告诉你 你误会我 我们只是租约关系 我并不喜欢你 你刚才所意识到的什么 我抱你呀 我半推半就不表白呀 你都误会错了 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你怎么办 还是会坚持吧 最坏的一种可能 他是有男朋友 他只是不敢带到家里去 因为他的条件不符合家庭的需求 他是有男朋友 你怎么办 什么事情都有公平吧 我觉得可以公平去竞争 或者公平去相处 你真的要坚持到底是吗 就哪怕是跟另外一个男人公平竞争 你也要进行下去 我觉得就像我来之前 来这个节目之前 因为我听到这个节目说 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我觉得既然 我有感觉 我有这份的想法 我就应该大声说出来 至于结果怎么样 已经不重要 你已经做好准备了 是吗 请把手放在按键上 来 我们一起倒数吧 五 四 三 二 一 你已经做好准备了 是吗 请把手放在按键上 来 我们一起倒数吧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太抱歉了 人家来都不想来的 接着好多快 做好准备了 第一个距离 请不吜 好 难道 bat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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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不要因为这小伙子长得帅就以为他一定是一好人 我跟你说 长得帅人面瘦 现在多了去了 你被欺负的多惨呢 今天他租给你 明天就可能租给别人 结了婚之后可能他拿这顺卖快呢 有什么可以回应一下的吗 志玲老师说的句句入情入理 我突然觉得 觉得老师童年好像不太开心 我说的都是男士说话 再者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觉得你这样去骗一对白发苍苍的父母 你良心上会有一些愧疚吗 肯定会有 但是我觉得这种内疚我也是衡量过的 就是骗与不带之间的内疚 我觉得骗的内疚会小一点 你为什么会遇见蟑螂抱着 无论当时身旁是谁 我都会抱着 就是看到重复的最自然的反应 最正常的反应 听见了吧 自作多情了吧 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 说点实实在在的 你到底喜不喜欢 别装傻 真的清清楚楚 都闹到我这儿了 你还不说实话吗 这个是他闹的 是他闹的 你不来了吗 就是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眼神 还有他给我的 他冲我微笑 当时整个身体都酥了 我觉得不是说 但是 就但是我见到 每一个人我都会笑 难道哭 那个小伙子 你对他笑一下 粗了吗 我只能说你很漂亮 其他没了 对 我觉得他俩还挺般配的 然后我也挺羡慕的 加油 如果他拒绝了你 你就继续追他 一定会成功的 一会儿给父母打电话 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是假的 你们会重新好好认识 如果经过了实际的检验 你们俩并不合适 以后再也不可以用这种方法 面对未来的男朋友 或者是女朋友 好 任何一种坏的事物 都有转为好的 但不是百分之百 那是不是能够证明 所有的认识的方式 都可以演变成真正的爱情呢 我相信成功率 可能连百分之十百分之五都到过 但是如果你们好了 我们还是很高兴 当然是还得看他答不答应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徐鹏 接下来是徐鹏的告白时间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 为什么从一回来 然后到现在 你一下子就变了另外一个人 你知道我租你回家 过年的理由是什么 然后我说实话 我特别特别感谢你 让我父母还有我姥姥特别的高兴 然后我也特别高兴 因为我是一个北漂 然后我自己想奋斗 我是北京人 然后我有房子 我觉得你不需要因为房子 然后奋斗去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 我说的这个立足是指的房子 但不是我老公的房子 我觉得他不会耽误我 跟你之间的交往 而且你不觉得 就是从我们认识 然后到现在 然后回到老家 然后这之间发生的事情 都历历在目 你很多事情 我都记在心里 也包括比如说你做红烧肉 做的每一道菜 虽然很好吃 但我都没有说出口 你喜欢的小熊 然后你喜欢看的电影 你所有的所有的一切 我都记得 真的不相信的话 我觉得今天在场 所有的人都可以证明 我是一个认真的 我是想跟你好好在一起 我觉得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 然后让我们去认识 去了解 去在一起 实际上我的重心 是一直是放在工作上的 这样吧 这样吧 我给你一样东西了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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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想到就是 你会就是用 我不知道该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一开始认识的那种方式 让我觉得特别的 就是比正常的那种相亲 还要让我觉得别扭实际上想起来 没有 我知道 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方式 会让你觉得很尴尬 因为我今天还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 因为他让我们认识了 因为他让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希望把那个东西给你 闭上眼睛 还是要让他准备下来 也去接下来 所以我们希望能不能够 到我们下一个座会 然后非常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服务 转发 打赏 警察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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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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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星期不准洗啊 回去吧 好好过吧 说实话 我比较堪忧 别看现在这会儿挺幸福 这女孩子挺这样子 这男孩子今天能够忍受她画胡子 明天是否能够包容她所有的任性呢 值得怀疑 不过我们相信她可以努力 还是那句话 人是可以租的 心是租不来的 我们祝她们幸福 爱就要勇敢说出来 欢迎收看由珍珠美白 养护专家 金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的 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